音楽 大家好,我是南投縣浦宜高公的谢梦洋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章节是非弹性碰撞的第二个部分 在上个部分我们已经介绍过非弹性的碰撞 这个章节我们要介绍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好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题 这叫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那什么是完全非弹性碰撞呢 它是属于非弹性碰撞中的一个特别的例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个小孩去追赶一个往前滑动的滑板 那这小孩会往上跳到滑板上之后 两个好像合围体一起往前进 那像这一种合围一体往前进的情况 我们就称它为完全的非弹性碰撞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们的物理的原理 那碰撞之前呢 假设人的速度为V1 那滑板的速度呢为V2 那当它呢跳上去之后呢 两个变成合围一体 那两个合围一体的速度呢 我们称它为叫做直心速度 因此完全非弹性碰撞之后呢 物体呢会一起以直心速度VC一起前进 好 这就是我们的完全非弹性碰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 动量变化情形 好 那我们假设呢 人的质量为M1 滑板的质量呢为M2 因此碰撞前的总动量呢 就可以表示为人的动量M1乘以V1 加上滑板的动量M2乘以V2 那碰撞之后因为合围一体 所以我们把它看成一体的 所以总质量呢为M1加M2 乘上一起的直心速度叫做VC 你还记得吗 非弹性碰撞前后呢 它们的动量是守恒的 因此呢这两个式子应该是相等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立体 来 这个装置呢叫做冲击白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题目的叙述 来 质量20公克的子弹呢 它以水平速度每秒200公尺呢 射入一个质量980公克的冲击白之中 那如图所示呢 子弹呢会留在木块中 好 他想要请问你 第一小题 碰撞后呢 瞬间冲击白的速度呢为何 第二小题 请问 碰撞后两者一起摆动的最大高度为多高呢 来 第三小题 请问这个系统前后呢 它总共的能量消耗了多少焦耳 好 来看一下 来 碰撞前呢 子弹的质量为0.02公斤 那速度呢为每秒200公尺 那冲击白呢 大的木块它质量为0.98公斤 好 因为呢 子弹射入木块的时候呢 它会留在木块中 因此它属于叫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两个会合为一体一起前进 好 记得哦 非弹性碰撞 它的碰撞前后呢 系统呢会保持动量守恒 所以我们将它们动量守恒关系式列出来 那另外呢 非弹性碰撞呢 它的碰撞前后 它能量会有损失 它的力学能呢 不会守恒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碰撞前 子弹跟木块动量分别为 mV加上0 因为木块是静止的 那碰撞后总动量呢 为两个合在一起的总值量 m加大m乘上 合在一起的速度 假设为V碰 好 我们带入题目的条件 所以子弹动量呢 为0.02公斤 乘上速度200 加上木块的动量为0 那碰撞之后呢 两者的总值量呢 为0.02公斤 加上0.98公斤 再乘上合在一起的速度 V碰撞 好 因此我们就可以求得 碰撞后呢 合体的速度呢 V碰撞 就为每秒4公尺 那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第一小题的答案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情况 他想问你 当子弹呢 射入木块之后呢 它们两个会一起摆动到最高点 那请问呢 这个最大高度是多少呢 那记得 子弹射入木块之后呢 两个合为一体 那就如同单摆一样 所以在这摆动过程中呢 假设没有其他阻力的情况下 那这系统呢 还会保持力学能守恒的 好 那另外我们先假设一件事情 来假设这个冲几百呢 在最低点的时候呢 它的位能为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最低点跟最高点 它们的总力学能个别是多少呢 那最低点的时候呢 它们呢 会一起以速度V'前进 因此它们拥有了动能 所以动能就为 二分之一的括号 小M加上大M 乘上V'平方 那到达最高点的时候呢 它们此时呢 速度为0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们将动能 转成了位能 所以在最高点的时候呢 它的位能就为 括号的小M 加上大M乘上GH 好 那发现 等号组的两边呢 它们大M跟小M相加 这两个数值呢 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把它约分掉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H会等于2G分之V'平方 好 所以最大高度H呢 我们将题目的数值带进去 那题目说 假设重力加速度G为10 那刚刚第一小题 我们知道结果 两者合在一起之后 碰撞后的末数V'等于4 所以我们将V'以4代入 好 最后呢 算出来就可以得到 H算出来的值为0.8公尺 因此呢 两个合为一体之后可以到达最大高度为0.8公尺 好 接下来第三小题要问的请问你 碰撞的过程中系统呢 它的地旋能损失了多少呢 好 那碰撞之前呢 子弹呢 质量为0.02公斤 速度每秒200公尺 那木块呢 它们没有速度 那碰撞之后两个合为一体 那总质量呢 为1公斤 那核摘集的速度呢 为V' 好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子弹还会射入 我们木块之前呢 它的总力旋能呢 就可以表示为 二分之一的mV平方 那木块没有动能 所以它是0 所以摄入前的总力旋能呢 就为二分之一乘上 子弹的质量 0.02公斤 乘以它的速度200平方 那算出来呢 它的总力旋能 则为400交二 那子弹摄入木块之后的 总力旋能呢 因为两个合为一体的 所以它们合在一起呢 产生的动能呢 就可以表示为 二分之一乘上 合起来质量1公斤 再乘以它们的末数 4公尺平方 那发现算出来呢 摄入之后的总力旋能 就为8交二 那发现 摄入前跟摄入后呢 它的总力旋能 从400交二变成8交二 因此碰撞损失的力旋能呢 就将后来的总力旋能8 减掉一开始的力旋能400 因此算出来可以知道答案叫做 A-392交二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碰撞损失的总力旋能呢 大小就是392交二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章节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非弹性碰撞 还有完全非弹性碰撞呢 它们碰撞后呢 记得力旋能不守恒 可是呢 系统的动量会是守恒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交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